护士已怀疑的眼光望着我 道 酒舌膏是什么东西 我立即沉声道 小姐 我需要你帮忙 酒舌膏是我们中国人特制的商药 就是刚才我向左左目博士提起的那种 护士很聪明 立即道 你是想自己使用这种膏药 我点了点头 道 是 我一则不想在自己身上留下难看的疤痕 二则 我还要使左左目博士知道 有许多现代医学所不能分析解释的药物 的确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 护士的面色变得十分苍白 我看出他心中在不断地拒绝我的要求 我也不再多说话 只是以恳求的眼光看着他 这位护士是一个心肠十分好的少女 经过了四五分钟 他叹了口气 道 你要知道 在这里当护士 是一种荣耀 我费了不知多少精神 才得到这种荣耀的 他的意思很明白 就是这种事一查出来 他非被革职不可 我连忙道 小姐 你可知道 是一个病人感到你是他的天使 这更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耀吗 护士小姐笑了起来道 好 我为你去做 接下来在医院中发生的事情 似乎没有详细叙述的必要了 因为我如今所数据的题目是蓝雪人 自然要以那个神秘诡异的蓝雪人为中心 第三天 九蛇膏变到了我的手上 在那护士的帮助下 我得以将九蛇膏敷在全身 第七天 当着左左目博士的面 拆开了纱布 我全身的皮肤 像根本未曾受过伤一样 博士暴跳如雷 但是却也不得不承认那是奇迹 我仍然十分感谢他的拯救 离开了医院 在郊区的一家中等旅馆中住了下来 离开了医院之后 我第一件事便是养神 和静静地思索 我这一次 虽然又侥幸地逃过了恶难 但是如果是同样的事情 再发生一次的话 那我就难以再有这样的幸运了 第一 不会再有那场大雪 第二 世界上仅存的一罐九蛇膏 也已经给我用完了 如果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话 我非变成丑陋的怪人不可 从旅馆房间的阳台望出去是一片田野 视野十分广阔 我坐在阳台上看看早报 报上并没有什么刺激的新闻 我将报纸盖在脸上 又准备睡上一会 忽然听得有人在扣门 我一嵌身 坐了起来 大声道 进来 推门进来的侍者 他向我道 魏先生 有一个人来找你 我吃了一惊 我住在这里 可以说是一个极端的秘密 有谁知道呢 我心面一转间 立即想到了方天 我心神不禁大事紧张起来 但就在这时 逝者一侧身 大踏步跨进来一个人 却并不是方天 而是和我分别没有多久的 纳尔逊先生 国际警察部队的高级首长 老师